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讲到回转像小孩子 好像小孩子那麽单纯 耶稣教导我们回转像小孩子来到神那里 希望大家有一个对于这个心态 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因为有时人会想到老乘 老乘持重 通常来说是一个正面的 但是老乘如果变得固执 固执、硬颈、不能够变通 不能够接受新的事物 不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 就是一个负面的质素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我们可以成熟 有时有些人年长大不成熟 他们一路成长 但是他们变得越来越固执 越来越容易受伤害 像小孩子那样 有时人会成长之后容易受伤害 因为他的内心很脆弱 不是在神里面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追求的是 在神里面的童真 轻散、喜乐、平安 满有自由的心态 有轻松的心态 但是成熟 什么是成熟呢? 就是说有事情困难的时候 懂得如何智慧地处理 懂得智慧地回应人 有安全感 不是容易发猛症 容易受伤害 所以这些质素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有一个天真、喜乐、平安的心 耶稣说得很清楚 不能回转像小孩子 这些质素 断不能进天国 这些质素 现在转不了 可以了 马帝18章3章 一起读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能进天国 所以凡自己 谦卑像者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凡为我的名 接待一个像者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这里说到不回转像小孩子 这里说到的意思就是 有小孩子的谦卑心态 不是一个固执 觉得自己是正确的 自己是正确的 每一个人得救 都必定有一个谦卑的心 尽量我是一个罪人 希望大家常常有这个讨告 我是一个罪人 有时候 有些人年纪大了 很难接受人的意见 总是觉得人家是错的 譬如你的子女 有些人讨论的意见 不是 有些人的习惯 第一句说 不是这样 因为他不能接受不同的意见 好像也不能接受别人 给自己对 好了 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 也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需要 我需要帮助 我需要神的帮助 如果这样不能回转像小孩子 是断不能进天国 所以我们求主帮我们 有这个小孩子的生命 凡自己谦卑上这个小孩子 在天国里是最大的 就是 越谦卑就越大 越自为始就越低 就是越觉得自己对了 就越低 所以我们时时保持一个心态 就是神 就算我有很多东西学悉 我也要承认 其实我的学悉 在神眼中只有这么少 我认识很多东西都好 就算我很有圣灵的能力 在神的大能也很少 都是要保持谦卑 就是说一切都来自神 我们所有的智慧 能力都来自神 凡为我命 接待这样的小孩子 也是接待我的 就是说 能够谦卑去接待人 是神所喜悦的 马帝十八章三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若不回转像小孩子 谦卑 有什么质素呢? 小孩子有什么质素呢? 第一就是谦卑 你发觉你教小孩子 跟教一个大人 是很大分别的 对吗? 如果你教小孩子 他会很单纯接受 但你教一个大人 是很难的 他有很多意见 很厉害 觉得自己 甚至有些人 听过圣经 他说 我认识了 这些全都认识了 你不用跟我说 但他不知道 他自己只是知道 他没有去跟从 他很难谦卑 我希望我们每个都学习 在神面前 我需要继续进步 每个都是 我也是 我都要在神面前 谦卑 我有的都是神教我 而我需要更加学习神的真理 从神的完美真理和智慧来说 我们每个都是小孩子 我们每个都有的都是很少的 我们保持这种谦卑的心 而且单纯 就不是被世界有很多习念影响 因为很多人被世界有很多负面思想影响 很多世俗的影响 追求钱财 追求... 有婚姻是好的 不过很多人没有婚姻 就很伤心 就很想追求婚姻 把这些人放得很高 但他心就变得很繁忙 我曾经认识一个人 他未结婚又很不开心 结婚后 他也很不开心 因为他的丈夫 不像他想的期望 后来他的丈夫 因为有病 离世 他也是不开心 所以他一生人 无论是未结婚 结婚 和丈夫离世之后 都是一个很伤痛 很忧伤的状况 他的思想 都是很多 因为他要求多 亦看很多不好的东西 所以他经常都是不开心的状况 小孩子容易相信人 容易相信人 相信人是有好有不好的 相信对的人是好的 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 我们就相信了 圣经说了 我们听神说爱神 神就祝福 我们都相信了 我们就全身跟从神 但有很多人很难单纯地相信 亦都很难单纯地相信 神就是爱 神是充满爱 很多基督徒都说 神对我不好 祂帮其他人也不帮我 但我们想一想 其实神每个人都有帮助 我们每个人都有接受神的帮助 神啊 你帮我这么多 我记得祂是最好的 我心里经常都记得 神有很多地方帮助我 所以我是很喜悦神 很欢喜神 很喜欢神 很全面性的喜欢神 很深信祂的爱 我问大家 你有多少 觉得你生命中 真的看到很多神的恩典 在你身上做工 有多少个人 你觉得神真的做了很多恩典 你举高一手 神有很多恩典 我希望大家个个都看到神的恩典 就欢喜快乐 就相信神 和相信圣经的每一句话 圣经说 回转上小孩子 我就学了 我就不要说 怎么可以啊 我已经这么大年龄 没有可能做小孩子 那我们学习了 还有小孩子很容易直接回应人 你喜欢吗 喜欢 想不想 想 大人呢 你问他 他未必会出声 他先想想 或者他知道 但他不想告诉你 或者他有这样的心态 他未必会告诉你 他不会直接回应 我们看到 比如比特 很直接回应耶稣 大卫 很直接回应耶稣 就是他回应神 大卫 回应神 那种 就是说 我坦诚 坦诚 将我内心说出来 还有身体回应 有些人 身体回应也有份 小朋友 你见到小时候 去哪里好吗 好吗 他有身体回应 还有你见到小朋友 走路 走路走路就跳跳跳 因为 我们的感情在身体表露出来 成年人 那些感情收了很多 所以有些成年人 不懂得笑 你最近是什么时候笑 有时有些人 有得吃 有得玩 就笑 看到笑片就笑 但是 会不会 能够看到人 我们开心就会笑 这也是一个身体的回应 也学习 比如敬拜 我们可以自由一点 轻松一点 不要压抑感情 很多人是不懂得笑的 因为小时候 即是家人说 不要做大少姑婆 不要做哭包 所以有什么不开心 不可以表达 什么感情压抑 压抑了感情的人 有什么后果呢 他的感情是不自由的 在神面前也不能轻松 开心 神真好 我真的开心了 其实求主帮我们去处理 这些压抑的感情 我会说到 他们感情流露出来 开心就笑出来 表达出来 天堂也是这样 开心就表达出来 不需要随着 然后容易开心 小事就开心了 杭林子有提到一条小路 他说这条小路 其实是一条平凡的路 不是乡村的路 是一条柏油路 是一条通道 没有什么人觉得有什么特别 每个人只是匆忙走过 但有一个小朋友走过 他看到那只蜗牛 摸一下蜗牛 那只蜗牛縮回来 他又很开心 他一看到很多花 他又很开心 他看到水滩 他又淋下去 水滩上来 大人一定不会做这件事 他又很开心 水滩上来 这种很容易 小小的事就很开心 有些人也会这样说 他说病得久了 在医院里面 我一走出去 外面这么漂亮 为什么以前没有觉得 这些都是不懂得欣赏的 有什么好的事 我们都学习欣赏 这个是需要教自己的 就是告诉自己 你看这些花是否漂亮 你说是漂亮 不过不及花展 但是不及花展也好 现在也漂亮 那你就开心一下 你的家人有没有好的地方 有,不过也有不好 很多人只看不好就不开心 那我们看看 家人有没有好的地方 有 帝英姊妹有没有好的地方 有些人说 他也有些不好 他们也不关心我 有什么不好 但是他总有好的地方 我们就欢喜 因为他而开心 还有小朋友 没有那么容易有居心 因为有些人做什么 是希望得到一些好处 就是做一些好东西 就是希望得到一些好处 那这样的时候 做什么都会有一个居心 很简单 我说一个例子 通常来说 我不是鼓励人年轻结婚 不过通常来说 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 现代来说 有时候未必是真的 他会比较真实 喜欢对方 即是他喜欢一个 比如他的第一个恋爱 第一个恋爱 他真的喜欢对方 但是到了三四十岁五十岁 开始衡量一下这个人 是否合适合我的款 有什么利益 有什么好呢 就是和他结婚的时候 是买卖来的 就是他有什么给我呢 但是年轻的时候 他真的喜欢 欢喜对方 我不是叫人年轻结婚 不过我就是说那种感情的真实 和年轻大了 人的居心会变成加强了 还有小朋友比较容易遥述 有什么得罪 一会儿又回玩 一会儿又忘记了 但是这些大人都不行 即是计实 他这样对我 我怎样都要对付他 这些都是我们留意到的 小朋友的质素 我们就学习 小朋友的质素 如果你觉得你是相反的 什么叫相反呢 谦卑相反就是骄傲 你觉得你是骄傲 自己都变得了 那就需要改变了 或者不是单纯的 是很复杂的 很多世俗的思想 很多世俗的价值观 就是什么都要钱 要成功 要叶的价值观 或者是很难相信别人 觉得别人说什么都不能容易接受 有一次我太太也提议 他跟我说 那时候他跟我说 我们去沙滩拍照 我就说 沙滩的沙滩容易飞到镜头 因为我很小心镜头 他就说 你有没有想到沙滩是浪漫一点的 拍照 从另一个角度看 他就跟我说 你可以这样说 你可以说 你为什么想去沙滩 了解一下 沙滩浪漫一点好 我就去拍照 不要计较镜头 有时我们一想 就先想到一个难处 学习 想想好处 或者问问人有什么好处 很多人没有直接回应人 我们试试和人沟通 直接千万不要没有爱心 他说 今天头发剪得这么肉酸 什么 你穿衣服这么丑怪 你胖了这么多 你又在车胎 这些说法 虽然可能是真的 不过这些直接不是我们说的小朋友 而是真的说 你喜欢你就喜欢 欣赏就欣赏 你真是好了 就欣赏了 我经常跟他说 你真是好了 神给我地上的礼物 你轻松会主做小孩子 还有感情 感情不压抑 不代表爆发 这件事很重要 我们是说出我们的感情 我开心 这件事令我不开心 你这样说话令我不开心 或者是另一个方法 你有没有想想 你这样说令我有什么感觉 这也是一个方法 表达我们有的感情 不需要用很挖的方法 由感情流露 什么都收起来 你都不信任人 即是没有朋友 这种情况是需要医治释放的 但有些人说 我找不到朋友 首先在教会可以更容易找朋友 不过你不要看到人 对你好 你就会确定他 为什么你昨天不找我 你确定那些人 人就会走 我们祝福人 不是期望什么 反而你祝福人 那些人就会喜欢跟你在一起 譬如容易开心 相反是什么 容易沉没 小朋友和成年人的很大分别 小朋友看到什么是开心的 但是成年人 是经常看到东西都不开心的 如果你的生命 好像很多时候都不开心 那你多数算神的恩典 和人的好的地方 而不是数算不好的地方 人的不好和自己的不好 多数算好东西的人就开心了 还有 是不是要全若居心 什么都是说 我要得到什么好处呢 这就是一个不是好的动机 或者很难遥输人 这些质素我们也求主帮助 我们拿走这些不好的老成的质素 如果不变成小孩子样式 相反 会如何 夸大 变得很复杂 很难相信人 很难相信神 隐藏自己的回应 身体没有表达 压抑和积存很多情绪 随时会爆发 为什么有些人会 哇 有时 英文有句话 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the camel's back 什么意思呢 就是 现在中文也有时听过 最后的杜草 即是说 那个骆驼 背部放了很多杜草 不是一条条 那些杜草 是一扎扎 很大的杜草 但最后 是有一条杜草 让骆驼的背部承受不了 可能是损坏了 这就是最后一条杜草 那比喻是什么呢 有些人受到很多压力 最后一个小压力 那小压力是什么呢 那个人可能说 你叫他一起吃饭 我不跟你吃 其实不跟你吃 不是代表什么不好的东西 很少的东西 你不跟我吃吗 你不喜欢我 你拒絕我 你不要我 那这样就爆发了 因为他里面积存了很多的压力 最后一件小小的事就爆炸了 那你是不是在心里面 经常有个计时炸弹呢 经常都在里面不开心 这些需要化解才能够回转成小孩子 还有自我保护 即是有个保护罩 不能够将自己的问题告诉别人 让别人可以帮助我们处理 当然要找适合的人 你可以找你的传道 找一些成熟的组长 或者有些人容易低沉 容易发生怒 或者有居心 或者很难遥恕人 或者很难忘记一些不好的事 翻转 上一张 我们既然知道原来有些人老成了 就不是成熟 有时他老成了 但他变得越来越幼稚 而且越来越像小朋友那种容易哭 容易被人击 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僵化的刑履 我们需要拆位 有什么僵化的刑履 大家看看有什么僵化的刑履 首先这个经文 也将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这里讲到 很多坚固刑履 各种计谋 各种思想 各种不好的计谋 各种想法 是会困难了人认识神的 即使我们不认识神的伟大 神的爱 认识神的美好 认识神的路的美好 困难了我们与神有好的关系 还有人的骄傲 人的骄傲 一切都攻破 然后将他的心奪回 叫他顺服基督 但你发觉 原来人的困难 最大不是魔鬼 最大是自己 有很多人经常都赖魔鬼 魔鬼又攻击我了 今天又吵架 他又没有想到自己的脾气 他自己猛烈 没有想到自己的问题 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老牧师 他有时也说 我们是三个敌人 三个敌人是什么呢 世界 魔鬼 和自我 我就问他 哪个敌人最大呢 就是世界 世界有很多吸引 人有 因为是魔鬼 因为是自己 他说最大的是自己 其实是我们 很多问题 破了神的工作 令到我们生命有问题 我们就明白 原来攻破刑律 最主要不是 有些人就以为 赶走愤怒的灵 就没有愤怒了 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 赶走愤怒的灵 就不会发怒了 很柔和谦卑 这个是需要学习的 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学习 处理生命 拿走愤怒的原因 然后 为什么可以 起落的原因 神有这么多礼物 愤怒的原因 就是人不好 我很在意 其实人不好 不一定代表我们生气 是我们在意 就是我们 不接受到 为什么人这么坏呢 我们接受不了 所以我们会生气 生气的原因 不只是因为人不好 世界总是不好 不过就是我们怎么看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放手呢 他会接受到人的罪性 所以他不会那么受影响 所以我们拆毁营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我 我们有什么 破坏了神 破坏了神的教导 神的工作 神的感动 以及不肯听神话 这些呢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去拆毁 当你一留意到 自己有什么抵抗神的 或者抵挡圣经的教导 抵挡有些基督徒的劝戒 我们就留意一下 是有什么问题 也有时有些最实际的方法 就是你发觉 你家人经常跟你拗脚 很多时候我们人就会这样想 是他坏 就是当数人都是这样想的 没有人说是我坏 当数都是他坏 他什么不好 他固执 他硬颈 可能有的 真的有的 不过我们就想他的硬颈 就没有想自己的硬颈 如果你能够反思 我可以说 很多基督徒在家里都挺硬颈的 挺固执的 整天都觉得自己对的 如果我们有这个情况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那你可以 你够谦卑 你问一下家人 我有没有有时很固执 你问一下他 但这个是很谦卑的 我有没有有时说话 令你很不开心 你有这个谦卑的心 你就能够改变 但有些人真的一直到离世 都不知道他是固执 看到耶稣就知道了 他一到离世就知道了 原来我一世人这么固执 因为很多固执的人 就觉得别人固执 和别人错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才对 那求主帮助我们 你有没有固执的地方 有没有硬颈的地方 不肯听话的地方 不肯听神话 这个就是不像小孩子 就是这些刑女 下面我讲了什么刑女 经过刑女 有什么呢 埋怨人和神 人真的不好 甚至是神也没有帮助我 不信神爱我们 有些人说 我不信神爱我们 我说你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芒果 蝦 蟹 肉 那些是谁做的 是我买的 那你买 你有钱 买不到 如果神没有做 神做这么好的食物 并且是最健康的 是不是很爱你 神做你的身体 是不是很奇妙 圣灵感动 是不是很奇妙 一直带领我们 我们不听话 也会感动我们 还有我们预备的天堂 是不是很好 带领这么多 弟兄姐妹改变 祝福我们 是不是很好 这些其实是很多好东西 当你看这些好东西 你就会发觉 你的不好东西 只是小部分 好东西是很多的 那我们就会 处理这些埋怨 让我们时时感恩 以及不信神的爱 以及容易发生 为什么容易发生 因为我们不能够化解到 人的不好 别人的不好 我们就很不喜欢 或者轻看人 觉得人 就是不好 他们又蠢又懒 又没用 又不可爱 就没想到这些东西 全部都可以在自己身上应用 自己都是又蠢又懒 又不听话 那神就帮助我们 这些坚固刑律 就是无论那人是什么不好 都不应该轻看 轻看也是罪 就是觉得他 是没用的 有人这样说 他说当我们认识一个人 第一次见面 三秒钟 你会决定 你会和那人是什么相处 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你看到有个人 一看他的样子 很醒目 又漂亮 穿衣又漂亮 是自然看重他更多的 你看到一个人 他的样子也是蠢蠢的 他的样子也是不吸引人 说话是论论论论论 已经有种排斥的感觉 这个其实人人都有的 问题是你处不处理 当你不处理 以后见到一个人 你就看少他了 这个已经是罪了 总之我们看少任何人 已经是罪了 或者容易伤害人 很多人都觉得 他不好也要说他 你说他 伤害他 这个已经是犯罪了 我们就用柔和的方法 如何引导他 即是说 我见到你这个情况 你觉得有没有影响你 你想不想更开心 你觉得可以有什么方法改善 即是用引导的方法 用一些问题 今次我主题不是说这件事 但用引导方法 就不是用一种挖泪脆 你有没有搞错 你这样做事 这样说话怎么可以 这个效果一定是不好的 而且容易受伤害人 又容易受伤害 都是凝女 即是人家很容易会击他 还有任性 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很多人 为什么要拍拖 为什么 我喜欢他 他有这么多不好 你看到吗 不要紧 我喜欢 我要 很多时候我要什么 就要做什么 或者自卑觉得没用 好性 这些全都在心里 可以说大部分人 都有这些 所有的凝女 不过有些大有些小 有些凝女 有些凝女 比较严重 很少人 在各方面都是健康 这是需要建立的 需要建立求神 帮我们建立这些健康的 自我形象 是从神而来的 或者是好性 忌仇 行懒 不结果 我自己懒惰 自我忠心 固执 批判人 和神 不信服神 抗拒神 这些都是人在心里 很多负面的东西 影响我们 需要拆毁的 说一些 其中有几个 压抑情绪的凝女 就是很多人 情绪是被压抑了 不懂得笑 不懂得哭 第一 被人命令 不准笑 不准哭 或者表达情绪 不准 第二 就是表达情绪 被人笑 哭 大人都会哭 人都会哭 真的 有时你看到一个人 这么大的人哭 他真的很伤心才会哭 我们就接受 不是说 你这么大的人都会哭 而且通常人是这样的 例如说 讲一个例子 例如在一个安息礼拜 有个人很哭 他就说不要哭了 这个好像 应该是这么说的 但他没有想到 你想想一下 你自己很伤心 你很爱的人死了 你很伤心 那人就叫你不要哭 那你就很伤心 你只叫他不要哭 就是压抑那个感觉 但反而你可以说 我知道你很想念他 我知道你很伤心 那他觉得被安慰 所以不是说 不要哭 不要哭 就算小朋友 很多人都说 不要哭了 反而你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开心 他觉得可以告诉你 他会舒缓 你为什么不开心 他欺负我 那他欺负你 那他不错了 不过他欺负你 你为什么要哭 你可不可以放手 那你引导他 放手 就不是说 不准哭 你为什么这么大 还要哭 那就打你 不准吃饭 这些就是压抑情绪 就是被人笑 第三 觉得压抑情绪最安全 就是因为不笑 不哭 那就更安全 第四 漸漸没有感觉到情绪 其实是危险的 因为变成一个人 没有感觉 不知道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事 有些甚至崩溃也不知道 因为他都压抑了 第五 其实内心深藏很多没有化解的情绪 好像低沉 愤怒 憎恨自卑 绝望内疚 其实觉得自己很辛苦 这些的感觉 其实是不健康的 长期觉得很辛苦 长期觉得很辛苦 长期觉得被人伤害 做人就做得很惨 而且会长期造成一些 长期的情绪的病 甚至变成精神病 其实这个世代 很多人有情绪病 边缘去到精神病 很多人的思想和情绪 是很失控的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被这些东西压抑制 没有处理到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今堂不是讲这件事 不过简单地说 逐步接受自己的情绪 我又不开心 又不开心 就是告诉我需要处理 如何化解 未必是改变到个人 那个人未必是我的贵 但是我改变到自己 还有释放被压抑的情绪 就是我们压抑的情绪 我们需要释放出来 学习 算是因恋而感恩 因为感恩而喜乐 就是说 你每天能够多些开心 你的不开心就会释放出来 而且你看到什么好的 你就开心 表达一下 真的好 谢谢你 我见到你很开心 你有没有见到一些人很开心 会不会表达出来 你告诉他们 我见到你很开心 这个是会令人觉得舒服的 另外一个自我保护的盈女 为何会自我保护呢 曾经被人伤害 没有被医治 为了防止被人伤害 防范自己 就不讲内心世界 避免和人建立心的关系 有些人永远都会跟人有一个距离 就算是最亲的人都不能够说内心的东西 即是他有一个保护罩 他的保护罩觉得很安全 他永远有些东西不能够说出来 但是当他这样保护的时候 后果呢 其实他是压在内心的 他保护着那些感觉 但那些感觉其实没有处理到的 第三 也会保护自己 不去面对伤痛和失败 有什么伤痛和不开心 他不处理之后 在内心里哭 有些人会哭很多年 很多人睡觉也是不开心的 这是不健康的表现 需要化解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情况 你可以找到你的传道 在某些情况之下 我也可以给一些意见或者帮助 可以帮助你的 好了 第四 生命中有很多不够处理的问题 伤害、自卑、失败 就难以被医治 越来越压抑得多 伤害得多 很难被医治 很难做开心人 很难做一个轻松人 永远都是一个很不开心的状态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够处理 去面对这些问题 在网上我有很多这些说到的 就是说到情绪、释放、医治 加上热牧师 你就看到我在YouTube的影片 然后第五 变成一个与人和自己隔绝 和人隔绝 为什么和自己隔绝呢 就是说 他已经不再知道自己的感觉 他封闭了自己的感觉 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受伤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压抑的状况 他不知道 英文说 not in touch with reality 他接触不到真实的情况 他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然后第六 需要人和神的爱去医治 以及学习建立关系 神的爱 亦需要人的爱 帮他医治释放 然后学习如何建立一些关系 如何能够有健康的关系 以及处理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现在只是说出一些问题 因为我主要讲到 回转成小孩子 这里讲出一些需要处理的盈女 令人不能够做小孩子 另一个就是 逃避自己问题的盈女 有问题 不讲、不做、不处理 逃避问题 有时候家庭也有这些情况 因为很多时候求助的是太太 有些太太告诉我 我家里有什么需要修理的 我跟丈夫说 他说不用修理的 不需要修理的 子女有什么问题 不要 你坏了 你不搞定他们 就是不肯去讨论如何处理 那 变成有什么问题 不能够说出来 第一 就是不能够接受自己曾经犯的错 或者需要处理的人际问题 或者事务的问题 否认事实 就是觉得没有问题 这些是这样的 人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就没有去面对这些问题 第二 就是很怕处理 有些人很怕处理和人的问题 明明两个人不喜欢是生气的 但是不能处理 有些人觉得处理是要骂的 其实处理是可以柔和谈的 也可以找绝度 去帮你 找辅导 去帮你化解处理的 我在做牧师这么久 因为是处理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但是发觉很难是什么呢 是人们不肯 是人们不肯 就算年轻也是 他对方得罪我 但我不敢去面对 我说我跟你和他一起谈 但他不敢面对 因为他怕破坏关系 但他不处理 其实关系也隐藏了 是继续有问题的 这是需要有智慧 接受两方面的问题 我会辅导的时候 我会接受他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 如何去帮助 其实如果你们想学习这些方法 这些辅导 如何处理问题 我是可以来做一些训练的 这些在讲道就比较难 讲到这些内容 在网上也有这些教导 由继续处理内疚 和一些混乱 为何会逃避这些问题 变成了生命很多混乱 没有处理的问题 继续破坏生命 如果没有处理的话 生命就脱离现实 有些人真的脱离现实 譬如有些人很简单 家里有很多垃圾 他又不肯扔 或者有些重要东西 扔了就不行 他就收了很多垃圾 这些都是一些现实的问题 但他没有面对现实 家人和家人其实有很多问题 但他没有处理 所以里面有很多型 这个图画 由上角的看到 把头塞在沙子上 没有问题 看不到 由第六 需要靠主克服巨怕 勇敢面对问题 如何续弱化解 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些问题 只是讲一个问题 知道这些问题 需要处理 另外就是怀疑的问题 就是怀疑 人家害我 他对我不好 第一 经历过被欺负 被人欺负 被人欺负 没有处理 所以就很害怕 做怀疑 很多人都是坏人 这种情况 我也听过不少 有些人说 哎呀 我不敢吃 他煮的东西 他不知放毒 有时会有些极端的情况 怀疑很多人都是坏人 还不容易相信人和神 不容易相信真的爱 幻想人也是在害自己 怀疑人 破坏与人的关系 我们在怀疑人的时候 就会破坏人际关系 就难以相信神的爱 就很难被神安慰和医治 如果怀疑人 是很惨的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心上的一件事 神是爱他的人如明 眼睛未知 看见耳朵未知 听见人心未知 想到他的恩典 所以我爱神 我不需要整天怕人害了我 但我可以小心 但我不用害怕到 糟了 他背后在做什么 背后在说什么 糟了 弄得我很惨 我们不用那么害怕 有很多事情 你爱神和有智慧处理 是不会害到你的 第六 需要逐步从可信的人 和经历神来学习信任 可信的人 有很多人是可信的 尤其是基督徒 是可信的 我们从他建立关系 和经历神 来帮助我们 可以信任神 和信任人 好了 我们最后说 如何像小孩子 单纯和充满感情 亲近神 像小孩子很单纯 充满感情 圣经说到 诗篇三十七篇四节 以神耶华为乐 祂就将你心理所求赐给你 以赛书五十八章十四节 以耶华为乐 耶华就使你成家地的高处 就是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是感情释放的 有什么意思呢 哇 神做的东西那么好吃 哇 感谢神了 我就以神为开心 不只是感谢神 有些人感谢神 但不会开心 圣经应许 你以神为乐 神就会将你心理所求赐给你 所以这个也叫我们 有一个单纯的心 小孩子的心 哇 神做的事真的很好 感谢主 感谢主我有手指弓 如果没有手指弓 只要四日手指弓 四日很难扣扣 你知道吗 是很难扣扣的 你试试不用手指弓 是很难的 多谢主我有手指弓 多谢主有手指甲 不要手指弓 你的手指弓 很会受伤 你可以用来刮东西 就是 哇 我们身体每一个部分 感谢神我们的眼睛 可以看到这么漂亮 我们耳朵可以听到音乐 又可以唱歌 唱到这么好听的声音 哇 感谢神 真是开心了 哈利路亚 这个真是小孩子 回转小孩子 有些人说 你不要这么幼稚 这么开心 那些人就以为 开心就是幼稚 开心是天堂的特色 开心是好事 是应该的 不是说成长就不是这么开心 成长那些叫老成 我们不是要学习老成 我们要学习成熟 成熟得来是轻松的 神也是开心的 有些人说 以为神是怎样 神是板起了面 像个法官那样 在西方书3章17节讲的 他因你欢恩喜乐 默默而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这里讲到 他因你欢恩喜乐开心 还默默地爱你 人很多时候失去那种爱人的心 你会看到人很喜欢他 很爱他 我曾经见过一次 有个妈妈抱着孩子 在一个儿童医院 他看着孩子 孩子睡觉了 他抱着他 孩子当然有病 所以就进医院了 他就看着孩子 由头看到脚 一边看一边笑 由脚又看到头 一边看一边笑 我看到了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妈妈有这种单纯的心 就是一种很喜欢她的子女的心 不过有时候子女大了 开始不听话了 妈妈就有很多激气 就失去了这种 因为子女开心 其实他总有好的地方 如果你的子女好的地方 你赞他 你开心 他会因为你开心 他会多做一些令你开心的事 你说 你今次考试很好 你成绩很好 我很开心 又笑出来 你儿子下一次是会很努力读书 令你开心 你每一次见到他成绩好 你都会很开心 是一个正面的鼓励 不是说 你不要以为你九个九分 你看别人一百分 你一分都追不到 你做得多好 都是谈他 这个就不懂得以神为乐 以人为乐 人是我们 亦是开心的来源 当你开心的时候 神就欢喜 就祝福 这个真是好 原来以神为乐 以人为乐 都是开心的 我们数算神这么多礼物 我们就开心了 所以回转成小孩子 开心感情流露地回应神 感情流露是什么 不只是赞美主 多谢主 所以如果你发觉 有时我领敬拜 领土工 神啊你真是好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哈哈哈哈 你上网看我的敬拜 我都是这样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不懂字 可以唱这句 这句很简单 一起唱 哈哈哈哈 哈哈 可不可以动作 哈哈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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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你要回家 这样笑一下 你家人都会开心一点 你回家 每天都是这样 呆着口面 嘔嘔斗头 整天都不开心 我们回转成小孩子 想到好的东西就开心 神的好的东西就开心 人的好的东西就开心 下面那里写了 神你真好 所以因为你开心 你凡事祝福 凡事神什么都帮我们 让我们喜乐 平安 聪明智慧 给我们圣经的应许 给我们基督徒的帮助 神的能力 神的同在 神的道路安排 有没有发觉 你听耶稣说 你的路越来越好 神为你开路 听话 神就越开路 我感谢神了 神真的为我开很多路 凡事祝福 然后 你是我的一切 其实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所有的好处 都是神那里来的 我喜欢你 有些人祈祷 不要用这个 我敬拜很多时候用 神啊我真的很喜欢你 有些诗歌 我配了一些字 我真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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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真好 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做人 又是神的吩咐 又越来越得福 神又越祝福你 是不是 而且 紧靠神 求耶稣 欢迎耶稣 拥抱耶稣 圣经说 神拥抱我们 自从我们出母胎 直到我们发白 神都要拥抱我们 神是一个拥抱的神 我们就说 神啊 你时时和我一起 我们想做小朋友 有一件事要学 不要介意人的眼光 因为你这么容易笑 有些人会笑你的 因为他习惯了 不要笑的 人会藐视你 你这么容易开心的 我们就不用介意的 他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 或者有些人说 你又做错 有时人们说 你做错 你是基督徒 哇 这些我们不用介意 我是基督徒 我是开心做基督徒 我很开心做基督徒 我们是很宝贵的 下面的经文说到 你是被简选的族类 有君尊的祭司 圣的国道 属神的子民 而在人面前 我们不会以耶稣为耻 凡以耶稣和他的道 当作可耻 耶稣也会把这个人当作可耻 我不会以神为耻 我是会乐意说给人听 神是很好的 神是令我开心快活的 这个就是不介意人的眼光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开心做基督徒 我们看到一些人物 他们像小孩子的回应 像彼得 彼得很单纯 当他看到耶稣 叫他杀网去船 右边立刻捉了很多鱼 他立刻知道 这个不是普通人 这个是神派 他立刻苦服 他说主要离开我 因为我一个罪人 这是他单纯的知罪 立刻知罪 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单纯的心 在神面前知罪 但是耶稣立刻安慰他 他说不用怕 这就是耶稣的安慰 是令人开心舒服的 很多人将恩典 整天变为律法 整天都说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你要依靠神 全部都是吩咐 这些是没有错 不过圣经有很多应许 圣经有很多应许 圣经有什么呢 神会令他成为 一个得人如得如的渔夫 他会带领很多人信耶稣 神会应许人 神有很多应许 我陪伴你 我加力给你 我欣赏你 你做一件小事 一杯粮水 都不能够上次 所以神有很多应许 来鼓励我们 因典推动 人更加开心 律法推动 你要做 你要做 你要悔改 正是律法推动 是令人枯干的 我们应该遵从律法 不过动力不是从律法而来 动力不是我要做 而是神欢喜 神帮我 神提升我 神提升 在我生命中做奇妙的事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这种自然的反应 对神的自然反应 另一个自然反应 就是耶稣要跟祂洗脚 那么多门徒 只能给一个人 不行 耶稣你怎么可以跟我洗脚 不行 不配 不配 但耶稣说 如果我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份 哇 这样就立刻要了 那你不要只洗脚 全身 什么都要洗掉 手和头 什么都要洗掉 这是很热烈的反应 耶稣说 洗个醋 比如说 我已经赏免你一切的罪 你便洗脚 就是洗脚 即是说 今天的罪 你求主赏免就可以了 你不用由头到尾 所有的罪 一次再认罪 当然有些罪 我们不是透切的认罪 灰感 我们也需要认罪 但是 我们不用每天都数回 所有以往的罪 耶稣已经洗掉 彼得看到那种反应 神啊 耶稣说 你洗光我 这个就是彼得那种很单纯的小朋友 神啊 有你真好 我自己 我很感谢神 给我这个小孩子的生命和心态 当我一知道有神 因为我最初不知道有神 我是研究证据 知道神 当我知道神 我天天起床 有神 多谢主 明天起床 就多谢神 后来我经历圣灵 按手 按卡留为我按手 立刻 好像电流 神的爱进入 我很喜欢 我经常祈祷 祈祷也经历神 我一起床 哇 神真的好 神可以充满 圣灵充满是真的 我一起床 我也是多谢神 感谢神父 神是很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有什么好东西 都感谢神 这就是能够回转像小孩子 这是耶稣的吩咐 亦是最开心做人的 敬拜祷告 都好像小孩子向神说话 神啊 你真是好 我感激你 我喜欢你 有些人不会说这句话 我喜欢神 领敬拜队 你可以说一下 神啊 你真是好 我们喜欢你 我们欢迎你 我们帮着你 我们拥抱你 有些人说 这些字好像太强烈 但其实圣经是这样说的 自从你出母胎 我就抱你 怀抱你 直到你发白 我仍然怀抱 哇 圣经说了 神也做了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 神也因我们欢迎喜乐 喜乐而欢呼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因为祂喜乐而欢呼 对吧 可以现在欢呼 啊 耶稣 一起欢呼 啊 耶稣真是好 我喜欢你 一起大声说 神啊 我喜欢你啊 放些感情来 行不行 我欢喜你啊 有些人领敬拜 我不是批判 我只是鼓励你 不要说 神你真美好 我们敬拜你 比如你很喜欢一个人 你会说 我真是喜欢你了 你真是美好了 你真是很多长寸 我们不会这么说 我们会说 哇 你真是很好 我真是很喜欢你 有些感情 你不会没有感情 我们对神都一样 神啊 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耶稣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有些人说 不行 我做不到你这样 你一下子做不到 不要紧 总之从心底传 真的想想神多好 学一下小朋友 有时你买些雪糕给他吃 小朋友有时 有时你拥抱他 他已经很开心的 不过有些小孩子 带了你 雪糕给他吃 他才会开心 但是他的表达 很自然的 很开心 手脚一起动 很自然的 那我们都可以 整个人很投入地 很开心 神啊 我抱着你 你是我的一切 我不能没有你的 因为神的尾线 我经常想到神的尾线 我很喜欢 很兴奋 我是很喜欢的 神啊 你真是好 哈哈哈哈 那些喜乐就涌流出来 我经常在聚会 很多人经历喜乐 我时时都有这个事情发生 我就叫他们一起叫出来 哈 哈 哈 那些人一叫便是喜乐 你现在试试 在心里叫出来 黑了眼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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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个一叫即是喜乐的 有多少个 我看到有些人立刻开心 举高的手 举定的手 这么多个 你们很厉害 很厉害 其实不难 原来是怎么放下重担 不要做一个老承持重 背负重担的人 是做一个轻轻松松 放下重担的人 开心做人 这样敬拜 神欢喜 因为你以耶和为乐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还有 有神照顾我就是平稳安静 小朋友 有时候就不像成年人 这么容易怒吵 当然有些小朋友也会 但他也容易安静 我们心 我的心 平稳安静 好象断过 你的孩子 再贪无陈的怀众 我的心 平稳安静 试试这样 唱一首歌 好吗? 你自己在家里试试唱一首 让你的心平稳安静 不是牢牢吵吵 不是激气 不用这么激气 不要紧要的 不要死的 也会常常表达出来 例如我感谢神 他教我唱歌 当然我是学唱歌 学共鸣 那些 学有感情 试试试 你听听我唱歌的时候有感情 如何表达我们的感情 表达我们的开心 表达我们的感动 大卫也很厉害 大卫也很厉害 大卫也很像小朋友 我们一起读试试122篇 第一节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华的殿去 我就欢喜 我们读圣经也可以这样读 我就欢喜 我们去耶华的殿 大卫也很开心 很开心 很兴奋 大卫就是这样 并且写了诗篇 有没有人会这样写这些 对神的回应 他就是一个这么单纯的人 我们发觉有些爱神的人 是真是单纯的 还有当这个约柜搬去 搬去神的殿的时候 他们未有殿 这个回幕的时候 他们搬去 因为他们的约柜 后来因为以色列人犯罪 犯罪的时候 他们抬约柜打仗 谁知道约柜被人抢了 后来他们抢到哪里 那里就生自瘡 那些人就不要 那些人就不要 那些约柜大卫就害怕 糟了我们搬回来 会否有事呢 就留在一个人的家里 但后来神感动 他叫台湾回来 台湾走六步 他就在宪宪 他就是有一种很单纯的心 所以我们赞给神 你开心 你也可以跳舞 还有耶稣在海面走的时候 彼得就说 海面走啊 我也试一下 你会不会有这种小孩子的心 小孩子就会说 我也试一下 那我们真的试一下 不过一会又怕了 到了这个末后的日子 在大灾难的时期 可能有很多灾难 很多困难 很多疾病 但是神会赐给我们 有超自然的能力 你会不会说 我也试一下为祈祷呢 现在也可以的 我试一下为祈祷 看看神做什么工作 你可能就见到人得意志 那你就说 原来我也有圣灵的能力 这个也是我自己试 发觉经历圣灵之后 按手 他们真的会得意志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做 那你就发觉 原来神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 赐给我们 那你就放胆 像小朋友会试一下那些东西 小朋友会试一下那些东西 而且你也说到 这个好萨玛利亚人 小朋友就有这个心 看到人不好 会帮助人 但是现在的大人 有时会害怕 我帮他 一会他会告我 这也是社会不好的风气 但是我们看到人有需要 我们就帮助 放心去帮助 不要经常想被人欺骗 这也是一个小孩子的心态 去乐意帮助人 对不起 这一张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起床 来到神面前 回转像小孩子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神你真好 耶稣你真好 我们一起祷告一下 天父你真好 天父你是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然爱我们 请我们喜乐而欢呼 神是一个轻松自由的神 虽然神是充满智慧 现在神是有无限的年龄 有无限的年龄 但是神依然会欢呼 神是一个喜乐的神 他有智慧 极高的智慧 但是神都好像小孩子一样 这么开心的 所以我们都做回小孩子 在天国来说 在天堂来说 我们真的很年轻 因为天堂的人 有些几千岁的 有些很大年纪 我们只有几十岁 我们试试做小孩子 可以吗? 先唱一首 耶稣喜爱笑哈 一起试试唱 如果诗琴懂得弹 或者吉他手懂得弹 可以立刻弹 耶稣喜爱笑哈 一起唱一下 一起用一下动作 耶稣喜爱笑哈 障碍障碍我 我我我 耶稣喜爱笑哈 障碍我 我我我 你先去猪 等一等他 你找个猪 OK 好 耶稣喜爱笑哈 障碍我 我我我 耶稣喜爱笑哈 障碍我我我我 可以韧一下 耶稣喜爱笑哈 障碍我我 再多失上座 耶稣喜爱笑哈 障碍我我我我 吁哟我我我 是啊 干etta 障碍我 我我我 要你呢 这个淮碍我 你先去猪 スト据你 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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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 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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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 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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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 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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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 多謝天父,一起感謝天父 神啊,你是喜樂的神 你因為喜樂而歡呼 我們喜樂的時候以你為樂 神你就歡喜了 神你就喜歡,神你就祝福 神幫助我們放下老人證 放下老人證,有些年輕人已經是老人證 整個老人那樣 主要幫助我們放下老人證 放下固執,放下老成 幫助我們做小孩子,但不是幼稚 是成熟地做小孩子 有小孩子的心態,祝福人的心態 亦可以喜愛神 多謝天父,多謝耶穌,感謝耶穌 幫我們輕輕鬆鬆開開心心 好,待會有誰想 我會為你按手祝福的 請你到前面 合主,祝祝�óg 喜樂平安的心 祝祝祝福來興行的心 放下固執 主你一切優雙 所有的優雙 Все人都放手 所有烦恼了,所有無 gratin 所有的嬰兒也放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